随着香港国家安全立法的板上钉钉 美国方面即刻扬言将通过单方面 改变对港贸易政策等方式施行所谓制裁 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系前系主任雷鼎明 近日在香港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表示 美国制裁香港实际上可打的经济牌不多 不管是从关税、金融还是汇率 美国制裁所产生的影响都很小 雷鼎明指出近30年以来 香港逐渐从工业为主转变为服务业为主 2019年香港本土产品对美出口总量 已跌至不足5亿美元 约等于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的0.13% 这于上世纪80年代 香港对美国的出口已相距甚远 因此美国就算取消香港的独立关税区 对香港的影响也非常小 对于香港与美国的商品贸易 雷鼎明认为美国根本做不了什么 而在金融服务业方面 他指出美国在香港拥有很大的利益 如果美国要从金融方面打击香港 其实是在打击美国的在港企 雷鼎明认为美资企业选择到香港发展 主因是期望可以通过香港进入内地市场 如果美方对在港的美资企业进行制裁 则影响的是美资企业自身利益 谈及美国是否会从香港撤资 雷鼎明表示有两种可能 一是美国减少或撤走在香港的直接投资 二是热钱流出或卖掉在港的金融资产 而这两种方式对香港都不会产生什么影响 美国来香港的所谓直接投资 它大概是120个一港元 不是美养是铁养 其实当年外面乃生产直接投资 百分之1.3% 所以这个比例也是很低的 中国这些乃生产的投资 直接投资在当年 仰仰超过外面乃生产的投资 超过一般以上 所以只要这些稍微增加一点点的投资 已经完成就可以定得住 对于香港实施联系汇率 雷鼎明指出 今年三月底 香港的官方外汇储备资产 接近4400亿美元 有如此巨额的储备 基本不用担心港元会崩溃 且香港采取联系汇率 对美国更加有利 雷鼎明表示 尽管打击香港联系汇率 非常不符合美方利益 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金融管理局 面对可能出现的危机 仍要有底线思维 并做两手准备 以更好的维护香港的经济利益 与此同时 他认为香港要搞好经济 最重要的是解决社会问题